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亲民的双色盆 很多苗圃都是用这种盆来育苗和种植的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盆壁很薄 很容易变形 但如果你不经常帮动它的话也不是大问题 而身为一个自带贫穷buff的人 我选择白嫖 我把每天跑步的运动路线改为从家里 到附近各个的花卉市场 每次运动完就总能带点什么回来 很多店主会把一些品相不好的花苗和瑕疵的花盆扔出来 这对我来说就是宝藏 现在我这上面很多的花盆都是这么来的 就像这个陶瓷盆上面有一条裂缝 但是并不影响使用 至于种菜嘛 花盆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需要更大更开阔的容器 我找到了三种比较适合了 第一个是设计和功能都不错的方形盆 但是牌子货嘛 价格永远是我的痛点 如果是买一两个我还是能下手的 但是我可要把一半的楼顶铺满的 年纪轻轻月薪就达到3200的我是不敢想的 第二个是自由组合的种植箱 可以根据不同的家庭环境和需求来组合 非常的适合种菜 但价格呢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 材质比第一个好像要差一点 使用寿命也是一个要考虑的方面 最初我还是买了一些这种种植箱呢 我发现卖这种种植箱的店铺 很多的货源都是一样的 都设置了一个适用的连接 一个限购10块钱包邮 这个价格就很香了 我身上的贫穷四包马上就反映起来 用了三个账号在不同的店铺里面拍了十几个 再把它们组合起来 甚至还多出了很多配件出来 直到后来可能他们发现了有人在嚎羊毛 意思把适用的款式 换成了跟正常大小不能通用组合的型号 我才没有买这种种植箱 意思我最后还是决定了第三种 制建种植潮 这是一个易劳永逸的方法 就是有点废体力 我在建材店里面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的材料 叫气泡砖 也有人叫加气砖 它本身非常的透气啊 起穿大小也刚好 用8块砖就可以建立一个潮 一块砖是3块5 相当于28块钱就可以做一个了 这个价格连一个盆都买不到 所以我毫不犹豫的买了100多个砖建了起来 有了种植容器 接下来就是种植戒指了 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 泥土不就是随手可得的吗 去地里挖就是了 我这里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啊 但方圆5公里之内除了绿化带 就没有裸露出来的土壤 泥土真不那么好找 挖绿化带的嘛 我也不想上金鱼说法 所以只能采用其他的种植介质了 植栓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它更轻 更容易搬运 单用植栓还不行 植物的生长还需要肥料 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在网上买粪便 我还依失自得快递员 把快递送过来的时候的眼神啊 非常的热情 可省而知 没少被熏陶 后面我为了不面对快递员关爱的目光 我把快递都放快递柜了 无接触派送显应防疫的要求啊 用醇烟糠加有机肥的种植效果还是有些欠缺 还需要购买一些其他的材料来搭配使用 比如说珍珠盐和泥炭等等 以前使用穷的时候呢 会说穷到吃土了 那是没买过泥炭 价格比大米还贵 两块钱你可吃不上一斤泥炭 后来我只能去翻圆五公里之外 采用了一工一商的方法 一点点运了一些泥土回来 经过辛勤获得的东西啊 格外的珍惜啊 延伸第一次感受到了土的珍贵 这些都准备好之后 就可以真正的开始种植了 我们要打造一个楼顶花园 最快的方法就是购买现成的植物 把它们搭配组合起来种上去就可以了 快速的成景 但是不同大小的植物 它的价格相差很大 一棵一言高的树 它可能要几百块钱 但一棵小苗啊 只要十几块钱 所以我所有的植物 都是从能买到的最小规格开始养的 代价就是必须花更长的时间 花园才能出效果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建议 如果大家也想要低成本的种植啊 一定不要追求新品种 比如说是月季 很多新品种的价格都很贵 但是结合你当地的种植环境 种植表现不一定能达到你的预期啊 最后可能还会沦落到被淘汰的命 到时候你扔还是不扔也是个问题 现在这个楼顶上面大概有150盆的植物 算上那些养死的和淘汰掉的 应该不少于200盆 如果按照每一棵小苗20元来算 一共是4000元 至于种植介质 有一半是自挖的泥土 一半是购买的 植康砖30块 每一块25元 一包300升的泥炭 220元 珍珠盐和肥料 大概也花了200多块钱 一共是1170元 而种植容器呢 菜草花了500块钱 很多花盆是捡来的 自己也买了一些 大概也400多 一共是900块钱 除了种植容器 种植介质和植物 这三个预算大头之外呢 还有很多小工具 攀爬架 浇水管道 等一些花费 就不一一列举了 大概也花了两三千块钱 这里面其中不得不提的是 这个柜子 一千多块钱 这是我这里最贵的一个单品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能买得下这个 不符合我颜色的东西 总共算下来 一共花了是9070元 改造一个楼顶花园 好像要花不少钱 而且这已经是我能够做到的 最省的方法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值不值得 但回想起来 我和青女工在这上面也收获了不少的快乐 你说的对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和关注 之后我会分享更多重极有趣的事情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